当别人还在搞传统搭建时 这个男人仅用一卷保鲜膜 就搭建出一个温暖的庇护所 里面不仅有生火做饭的壁炉 还有一张柔软舒适的大床 日子过得简直是不要太爽 1月的冬季已经被覆盖一层白雪 但秋季的外衣还没有退去 奥利又一次来到原始森林里 他穿过一条贯穿丛林的小溪 来到了一处位置偏高的宝地 虽然整个大地已经被白雪覆盖 但不耽误奥利搭建庇护所 只见他先是清理出一块空底 从背包里掏出战斧 顺手把小树身上的枝丫去掉 留下来几根天然的橙种种 带着把几根小树清理干净 他用铲子把地面重新翻新 有了合适的风水宝壁 他去远处结了几根不成材的小树 将其分别连接在每棵树胸之间 形成一个八角形结构 看面积最少能见个一试一听 随后用鹅卵式把整个地基垫高 使得整个地面变得更加平整 这才把手臂粗的原木继续加工成小段 来给庇护所搭建合适的框架 保险起见他又给一旁的小树加了根立柱 带的没有任何风险以后 这才用截好的木棍当作横梁 一根根的卡上去 固定在几棵大树之间 使其变得更加牢靠 接着用线绳绕着框架一圈 来个爱的魔力转圈圈 交界点的位置用一根木棍拴紧 现在整个框架可谓是稳如老狗 奥利试了试180斤的体重都没有问题 然后他又迈着脚尖的步伐三步并一步 丈量好合适的尺寸 开始找来原木以一点为中心 进行预设的摆放 交界处步平整也没关系 直接用锯子给切成斜面就完事 这样就可以精准对接上去 现在万事具备指前东风 只见他找来几根较长的木棍 贯穿在整个屋顶上 开始把事先准备好的原木对接上 别看奥利今年20多 但干起活来真是没得说 不仅将庇护所坐落在几棵大树之间 还成功地在上面搭建出八角形屋顶 这种框架安装简单实用性强 且还能过滤与血的堆积 而后他用这种防火锡纸 把屋顶的一角给包裹住 方便后续安装烟囱 现在才到了关键的时刻 只见他用保鲜膜 开始围绕着整个屋顶收紧 随后绑来细木棍 相对比粗状的原木 这种柔韧性极强的柳枝 更适合搭建庇护所屋顶 只见他用木棍杖梁好尺寸 再拼接成三角形轮廓 中间再穿插几根柳枝来稳定住 放上去试了是大小简直严丝合缝 现在只需要把保鲜膜固定好 就可以给整个框架包裹上一层盔甲 里里外外完全密封住 不得不说这个保鲜膜是真的多 奥利按照这个方法一连安装了八个三角形框架 这样注定屋子的面积不小 考虑到保暖性的问题 他又给上面加了一层松枝 别说你还真别说 这个造型设计堪称完美 奥利很快就把松枝全部覆盖完毕 接着开始一块块安排上去 主攻园林设计的奥利 真是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无论是奇思妙想的设计 还是在野外的适应力 已经锻炼的炉火纯青 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 很快整个屋顶被密封延时 看得出来奥利非常满意 当即用力柱划分出大门的位置 用斧子去掉多余的支压 继续拼接成规整的门框 虽然没有门板做密封 但奥利主打的就是经验多 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只见他找个安静的角落 规划出大袋的轮廓 用保鲜膜搭建出合适的床体 从这个缠绕的厚度上 不难看出来整个床体相当丝滑柔软 带的完成好以后 他去小溪边收集一些上好的黄桶 以及零散的碎石子 用来给地面重新找平 不得不说开的奥利干净利索的手法 平时也是个讲究人 爱干净的奥利去一旁收集原木 将其加工成大小合适的木笔 用来铺设在粗糙的地面上 虽然整个空间不算大 但仪式赶着一块一点也不能少 至于原木之间的缝隙 他直接去把山上的碎石掏空 将其全部填充进去 确保每个缝隙都能雨露均粘 中间预留出来的部分 则是用鹅卵石进行铺垫 这样方便后期壁炉的安装 现在整个框架都已经搭建完毕 接下来就到了用保鲜膜的时刻 继续一圈一圈又一圈 爱的魔力转圈圈 用钉子将其加固好以后 再把大门的位置预留出来 这样一座保鲜膜庇护所完成 室内既宽敞又饱暖的同时 还解决了采光的问题 现在只需要准备个二手壁炉 就可以把烟葱对接上去 使得上下更加丝滑完整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只见他把小木桩一分为二 然后用斧子进行找平 三两下拼接在一起 一张合适的小餐桌搞定 接着点燃干柴烈火 开始起锅烧油 拿出一坨新鲜的配鸡肉 在涂抹上让人鼻孔敏感的小香料 不得不说我羡慕 别人荒野求生都是三天饿酒 而奥利确实更顿都有配鸡肉 看着鲜嫩的颜色你流口水了吗 再煎炸一锅水头 直到两面金黄为止 就能吃上美味的大餐 这小日子过得也是没水了 吃饱喝足以后 点燃室内的篝火 在壁炉的温暖下安详地睡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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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